全息LED廣告機 然後順便我們等一下會做效果展示 然後呢 我們就不直接鎖到牆上去 來 先來做開箱 打開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說明書 然後呢 說明書的部分呢 它是英文的 其實上面介紹的就是說 比如說機器的規格 介紹的功能 還有軟體的部分 軟體的部分呢 怎麼簡單的使用方法 然後呢 它其實有附另外一份 一份英文的 而一份是中文的說明書 你也不用怕說不知道該怎麼使用 然後 開箱 然後這是保證卡 然後接下來 這邊有看到一個遙控器 它是可以透過遙控器去做控制的 基本上也就是一個開一個關 一個開一個關 然後有附一個TF卡的 附贈一個TF卡的 讀卡器 這是裝TF記憶卡用的 這個是 電壓器 它試用的電壓大家可以看一下 國際電壓100到240 兩角的玫瑰插頭 然後呢 這邊是 5.5的直流電的插頭 然後有一包 這個是掛架 那掛架 掛架我們特別說一下 掛架其實安裝也是很簡單 它裡面有封 如果你要鎖在水泥裡面 你就是要打 磚孔打釘子 然後呢 這裡 就是一個架子 那架子裝的時候 其實要注意 不是這樣子 它有一個三角 要裝這樣子 因為訊息器就是這樣子 直接固定上去 這一個部分 從這邊 直接鎖進去 就是 應該是鎖這樣子 從這邊鎖進去的 看 示範一下 方向不要弄錯了 這邊是牆 這邊是牆 我們是從 這邊 鎖到這邊 這邊來 而不是從這邊鎖過去 並不是從這邊鎖過去 再一點點 等一下我們那個訊息機拿出來的時候 我們再說明一下這一點 好 接下來是重點的部分 就是機器的部分 這是全信息的 廣告機 然後所有的東西 就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面板呢 總共有 224個 LED燈 換句話說 它的解析度就是 224 長度呢 整個長度 就是 42公分 也就是說它的圓形 它轉起來的時候 圓形最大的 直徑是 42公分 然後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掛牆的時候 它不是這樣子 這樣會掉出來 它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邊是鎖在牆 這邊放進去的時候 它剛好會掛住 所以 請 請注意 這一面是鎖在牆的 這一面是掛上去的 等一下我們用手動的示範 然後呢 機器裡面還有附贈一張 8G的TF卡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在這裡 然後TF卡取出 就是壓一下 它就會彈出來 有一張8G的TF卡 裝上去 裡面的話 就放我們那個 轉檔好的 要播放的影像 裝上去 然後呢 我們現在直接就是 插電石 等一下我們效果展示呢 我們會做近距離的效果展示 跟遠距離的效果展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畫面呈現出來 然後這一款 不管你白天還是晚上 它都可以 再不影響任何亮度的情況之下 它可以很清楚的展現 然後我們現在把電接上 插上去 大家要注意 拿的時候其實它要正面 你如果拿這樣子它就顛倒了 它一定是要這樣子 後面就是要這個方向 所以我手拿的時候也是這個方向 這是開機 然後旁邊兩側它有散熱孔 TF卡裝上面 那本身呢 TF卡裡面會有一些展示的檔案 那等一下 我們會秀它展示的檔案 那關於編輯的部分 你可以做3D的影片 甚至於是2D的都可以 透過轉檔的 不管是影片啊 GIF動畫 圖片檔 都可以轉檔 讓它顯示 那我們直接 遙控器直接按開 這是全訊齊機的效果 然後我們畫面可以帶遠一點 看看遠一點的效果 基本上你如果距離越遠的話呢 它上面的解析度啊 顆粒啊 就 越不明顯 也就是說你越遠它 它的感覺就會越細 這是一個冰式的標誌 這是3D 那我們不負責教學 軟體的使用 以及如何編輯影片 這個不方便的話 如果你有需求的話 可以找一些專業的 3D影片 或是3D影片 設計 設計工作室啊 或是設計公司幫你做 這是一個地球 那使用的時候必須要 做轉檔 轉成它專用的 BIM的格式 那商品介紹通常 都會寫說它支援 MP3啊 MKV啊 GIF啊 那並不是說 影片檔直接丟進去 它就播放了 所以 有一點 請注意 它不能用來看電影 你也可以用來看電影 但是你的電影 必須要轉檔 轉成它可以讀取的格式 就是BIM 所以你譬如說一個MP3的檔案 透過它的轉檔程式 轉成BIM之後呢 再把BIM檔案放到 TF卡進去 它就會播放 不轉檔 你直接丟影片檔進去 它是不會讀取的喔 大家要注意這一點 好 那全信息的廣告機 最後齁 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這一台機器 我們有提供一年的保固 非人為損壞的保固 那保固的部分呢 就是機器的本體 包含上面的 留意地板啊 跟馬達這些部分 非人為喔 請注意 然後這一台 它不防水 所以請不要裝在戶外 如果你要裝在戶外的話呢 之後我們會提供一個產品 那個產品 就是一個罩子 有一個全面的壓克力罩 可以把它整個罩起來 罩起來就是外面 手也摸不大 然後呢 可以完全達到防弦的效果 如果加上它的罩子的話 就可以做到防弦的效果 或是保護的效果 避免手去碰觸到 然後 遙控器關閉的話 就是直接 按一下 機器就會做關閉了 這次自然停喔 這次自然停喔 自然停 LED在亮的時候 會有ㄍㄧ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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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它是很正常的 好 那全新的網路機 為大家介紹到這裡 感謝大家 掰掰